《地藏菩萨本宴经》 无常大鬼不期而到 明明有神未知最福 七七日内如指如荣 货在诸师辩论业果审定之后 既业寿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 何况堕以诸恶气等 事命中人未得寿生 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 望诸骨肉见属 遗照福利就拔 过世日后随夜受罢 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 无解脱日 若是无五间罪 堕大地千劫万劫 永受重苦 我们经文念到这里 那么这个是地藏菩萨回答的 这里面提到就是说 人死之后要经过四十九天的一个论辩论 这个业果的这个审定辩论 那么意思就是在这四十九天之内 必须要由阳世的这个子孙 赶快替这个死的人 赶快去造福利就 用最大的力量做善因去做超度 使这个罪人能够得到解脱 这意思是这样子的 这里谈到的无常大鬼 不期而到 这几个字啊 也很有这个警惕的作用 在我的这个房间里面 密宴的房间里面 有共有一个神 我有一个神 那么这个神呢 我称他为自然之神 其实就是死神 然后我在我房间里面有的死神 我跟死神天天在一起 无常大鬼 这个就是无常大鬼 又叫死神 那么我是称为自然之神 因为我觉得我昨天提到这个平等两字 平等 我觉得有两个平等 一个时候是生啊 生是算是平等的 出生的时候算是一种平等 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了 生的时候也差不多 都是一样都光光的 这个很平等 你身上也没有多带一些东西 很平等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死的时候也很平等 死的时候也没有多带什么东西走 都差不多了 这个生跟死倒是很平等 那么这个无常大鬼啊 就是死神 就是我供供的这个自然之神 不齐而到 你没有耶他 你没有跟他耶会啊 对不对 你跟死神耶会不可能 不齐 这两个字就是说 你便没有希望他来 他就来 这个年轻人啊 比较没有什么感觉到什么死神啊 什么这个无常大鬼 这个 但是年纪大的人啊 他感觉就比较深 而且越来越浓 越来越接近 我听一些老一辈的人讲 他们讲 他活到六十几啊 七十几啊 八十几 以前那些同学 年轻时候的同学 就天 就经常每一天啊 都会联络啊 会有电话 书信啊 告诉你啊 某某某已经走了 他同学 某某某也走了 某一个也走了 天天听到的都是这些消息 你到了七十几 八十几的时候啊 听到的消息是 以前你的同学 某一个同学走了 又走了一个 又来一个 啊 一直不停 升到最后啊 啊 你也走了 到时候别人就讲说 哎 某某某走了 那个就是你 那个是最多的时候 年轻的人 少 比较少 当你活到七十几八十几的时候啊 你的同学啊 差不多都走得快干净了 这个无常大鬼不齐而到 这还是算长寿的呢 还是算上寿的 嗯 大家想一想 这正常的现象是这样子 不正常的也有 啊 我小学同学啊 我讲过 我小学同学 黄金熊 跟我很要好的 他这个心脏病啊 突发 啊 他就死了 啊 心脏病突发 他就死了 啊 我高中的同学 庄正和 他是这个高雄啊 啊 登山协会的总干事 结果他在登山的时候啊 死在阿里山 啊 山很恐怖了 山可以救人 因为你经常依靠山 来锻炼 你身体的体魄 但是一不小心啊 他就吃人 啊 山就把人吃掉 登山很恐怖的 所以必须要有这个 所以必须要有这个登山的这个经验 都必须要有的 啊 登山协会的总干事 就死于登山 庄正和 意外啊 意外死我 我大学时候的同学 宏基强 啊 宏姓宏 宏基强 啊 他这个 他在我们学校里面啊 在学校里面啊 他第一个买摩托车的 我们看他骑摩托车啊 哈哈 那个时候摩托车蛮少的 他就买一个中古的摩托车 哇 好高兴啊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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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在这个学校里面骑来骑起 哇 我们的心理上啊 非常的羡慕他有摩托车 大家都非常羡慕他有摩托车的 他就是开到这个彰化 延邻 出车祸 出了车祸啊 这个车子的轮子啊 从他脑袋上压过去的 宏基强 就死掉 就死了